上一支影片讲到了 紓压的三大原则 帮助你判断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以及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 我也讲了六大紓压的地雷 这些事情做了不但不能紓压 还会增加你的压力 相信很多人一天之内就采了几个 我今天就要来公开 我参考大量的科学研究之后 拟定出来的终极紓压策略 总共有八招 分别在不同的时间点使用 我在自己身上实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相当明显的感受到 整个人的情绪变得相当的稳定 睡得也更好 当然工作效率也大大的提升 嘿大家欢迎回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新朋友 我叫做修修 这个频道我会跟大家分享 许多经过科学认证的方法跟工具 来帮助大家工作更有效率 身心更健康 在讲抒压策略之前 再次不厌其反的提醒大家 压力反应其实是人体最原始的机制 它帮助我们生存到现在 但现代生活我们接触到的压力源越来越多 对神经系统来说 压力源就是压力源 听到狮子的吼叫声 跟你老板的怒吼声 人体的压力反应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方法 去关掉这个压力反应 要不然累积久了 短期压力就演变成中期压力 甚至对人体有极大伤害的慢性压力 也就是长期压力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有关压力的三种分类 就是短期压力 中期压力 长期压力 以及它们对身体的影响 请去看这支影片 我这里也有详细介绍 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关掉短期压力反应 这些压力就不容易累积起来 而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常常会遇到一些需要冷静的场面 像是上台演讲前 或是看另一半吵架之后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及时将压力反应降下来 避免我们在压力之下 不经大脑的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脱口而出 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吧 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介绍 8招我每天都会执行的策略 让我随时都可以关掉一些压力反应 让我不管在怎样压力三大 都能够从容应对 第一 早上跑步 一大早跑步 应该是我这几年建立习惯里面 CP值最高的一个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支影片 起床之后半小时内 让眼睛接受到阳光 是较证我们近日节律 也就是俗称 生理时钟最有效的方法 不但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 甚至免疫系统都开始运作 还可以让大脑 在一大早就处于警醒的状态 让我们能够更专心 这跟我下一个策略相结合 会保证我能拥有最高品质的睡眠 而睡个好觉 就是抒压最有效的方式 没有之一 另外 2018年刊登在 Neuroscience期刊的论文里面讲到 让身体向前移动 使着眼睛看到物体 一样一样的从旁边经过 这时候我们的眼球会左右不断滚动 这种视觉效果 能够让杏仁和冷静下来 过度刺激杏仁和 会让我们一直处于紧张 愤怒焦虑的状态 所以一早起床出门走走或慢跑 可以让大脑处于 警醒但是不焦虑的状态 进行半小时以上的有氧运动 更能让我们大脑分泌脑内飞 让我们心情变好 增加幸福感 第二 双重呼吸法 又要来介绍一个呼吸法了 近年来在美国 垂集了一阵呼吸风 科学家开始研究 呼吸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像是之前介绍过的 用鼻子呼吸 或是热门的 灼火呼吸法 都可以增加免疫力 就连冥想进行这件事情 科学家也发现 其实呼吸占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UCLA大学神经生物学系的 Jack Fuhrman教授 是研究 呼吸跟大脑之间关联性的权威 他跟史丹佛的生物化学系 Mark Krasnow教授 在2016年刊登在 典籍7刊Nature的研究指出 不只是情绪会影响到 我们的呼吸方式 我们的呼吸也会反过来影响情绪 这里他们提到了一个 很特别的呼吸方式 叹气 唉 大家什么时候会想要叹一口气呢 应该就是在事情很多很烦 避压的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吧 但你知道 其实我们脑干有一组神经元 隔一段时间就会指挥我们的呼吸系统 深吸一口气 然后探出来 吼 这个过程你都不会察觉 你猜我们多久会这样下意识的 叹一口气 一小时 再短一点 半小时 不 我们五分钟就会这样叹一次气 如果你真的好奇 可以用手机把自己录起来 看看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频繁的叹气 因为我们肺帐里面有高达五亿个小肺炮 他们在正常呼吸的过程中常常会扁掉 像消风沾水的气球一样 一般的呼吸强度是没办法让他们再度扩张 这会让氧气跟二氧化碳交换的效率变低 导致我们血氧率过低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机制去定期穿大肺 要不然就会影响到我们肺部 甚至脑部的健康 我这里要介绍的双重呼吸法 是史丹佛大学的神经生物学教授 Andre Huberman 提出来的 他说你只要在深吸一口气的最后 再短暂吸一小口气 之后再缓慢的把气吐出来 可以更有效的把上面讲的 把肺炮重新扩张的效益放大 让体内二氧化碳浓度降低 进而减轻压力 我来示范一次 就像这样 只要我感觉到事情好多好烦 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我就会做这样子的呼吸法 只要三次 然后站起来走一下 倒个水 焦虑感马上就可以缓解 相当的神奇 你知道还有谁把这种呼吸法用到极致吗 就是小朋友 当他们大哭完的时候的错气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这个就是他们在利用这个机制 让自己冷静下来 第三 正方形呼吸法 又是一种呼吸法 因为呼吸是一个极少数 又快又有效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用行为来影响大脑 这个呼吸法据说是海豹突击队 在执行战术前 用来保持冷静用的 超级简单 就是吸气4秒钟 很自然的憋气4秒钟 然后吐气4秒钟 这样重复做个5分钟 我来稍微示范一下 这感觉就是在心里画一个正方形 这个方法还有一个改良版 我叫做T型呼吸法 就是把吐气的时间延长到6秒到8秒 这样会更有效的让心跳降下来 这种呼吸法 我很常用在吃完午饭的静坐 在办公室趴着难睡嘛 我会把眼睛闭起来 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很舒服的姿势坐着 然后在心里面一边默属一边呼吸 只要10分钟 就有相当显速的减压跟休息的效果 我只会拍一支影片专门来讲呼吸好了 第4下班后跟老婆女儿出门走走 跟第一点互相呼应 让眼睛接触到太阳下山时波长的光 会让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讯息 哦一天结束了 准备要进入休息状态啰 这时候把自己从繁重的工作抽开来 看看女儿蹦蹦跳跳开心的样子 同时让自己望向远处天空的晚霞 让本来很集中的视线 转换成全景模式 我马上就可以感到一阵轻松 除非我很紧急的事情要处理 否则这件事情我一定不会跳过 第6晚餐吃淀粉 有尝试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甚至生酮饮食的朋友应该都有一个共同体验 就是特别容易生气 因为大脑缺少了会让我们心满意足的 神经传导物质 血清素 所以我会把淀粉等碳水化合物安排在晚餐 加上一些富含色胺酸的食物 像是麦片啊 坚果 香蕉 牛奶等等 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 舒缓白天紧绷的情绪 并且增加睡眠品质 第5 8点关灯 9点关电脑 我们家基本上8点之后就把头顶上大灯全关了 只开小夜灯或者是昏暗的黄灯 因为光啊是抑制吞黑激素分泌的最大杀手 会大大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之前影片有讲过 8点到9点这段时间 我可能还会查一些资料或写一点东西 但只要9点一到 我会马上 立刻 果决的把所有电子产品关掉 这个举动就是要跟我的大脑说 今天的工作到此为止 事情做不完 明天动作快一点 这不但会让我的大脑习惯 每天都有一个固定关机的时间 也会让我在白天的时候效率更高 第6 跟家人在一起 我说的在一起 是真正的在一起 不是那种明明身处在同一个空间 却每个人眼前都摆一个萤幕 9点到10点这段时间 是我跟老婆聊聊天 跟女儿一起看看窗外 数车子 或者是说故事唱歌给她听的时间 一开始执行的时候 我还会拖拖拉拉舍不得关电脑 但现在我真的越来越期待这段时间了 这绝对是我写青术跟摧残术大爆发的一段时间了 第7 睡前静坐 这会是我入眠前的最后一件事情 它已经成为我睡前仪式最重要的部分了 不管在哪边 我在躺平前 一定会盘腿坐下来 静坐个5到10分钟 坐的时候我试着什么都不去想 就专注在自己的呼吸 有时候就会用上刚刚讲的双重呼吸法 以及改良过后的梯形呼吸法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我的大脑能够安静下来 让我能够尽快入睡 第8 刻意安排休息日 我周间的坐席 是和部队里一样要求纪律的相当的紧绷 所以我每周六一定什么行程都不排 尽情耍废 要看剧就看剧 想上网就上个够 吃东西也不会节制 除了起床跟睡觉的时间还是固定以外 其他全部随性 这天我也很常安排跟亲朋好友的聚会 而我每2到3个月 也会安排3天以上的长假 带老婆跟女儿出门走走 刻意让自己抽离工作环境 让大脑彻底放松 因为要消除掉中期压力跟长期压力 现在已知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远离压力源 进行有意义的社交连结 记得我们口袋里面有个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压力源 手机吗 所以要确保在这段期间里 要能够把手机会对你的影响降到越低越好 以上8个就是我自己设计的最加抒压策略 在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虽然现在依旧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 但已经几乎没有之前常发生的burnout 也就是极度工作倦怠的状况 这让我能够以更稳健的脚步 一步一步的走向我理想中的生活 希望这也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再对压力以及紓压的基本原则 有更深入的认识 推荐你看看这支影片 最后我想要跟你说 你很棒 放轻松别太逼自己了 我们下支影片见 掰掰